体坛多了一颗闪耀星星 目前就读台中后纵高中二年级蔡桓镇 日前代表台湾赴泰国 参加亚洲短道竞速滑冰锦标赛 荣获了青年男子B组500公尺金牌 而这也是他运动生涯中的第一面金牌 拼命的往前冲迈向终点 摘下冠军的宝座 他是目前就读后纵高中二年级的赖赛桓镇 日前代表台湾赴泰国参加亚洲短道竞速滑冰锦标赛 荣获青年男子B组500公尺的金牌 算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的成绩 等了很久也是熬了很久 好不容易有这次亚洲杯 大家也把握到了机会 所以也很为大家高兴 我当时是带这个右脚膝盖那里的伤 然后呢去参加了这场的比赛 在最后那个直线终于压进了弯道 心中的那些杂念 然后还有紧张感 然后还有压力那些 一次都释放出来了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然后呢也非常的喜悦 因为那块金牌真的得来非常不容易 溜冰场上竞速有如水中角龙 由于台湾缺乏滑冰的环境 目前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场地 只有台北小巨蛋 因此赖赛还政 在每星期的二汉五 得利用课后时间搭车北上练习 六年来风雨无阻都不寒苦 坚定的毅力 终于让他拿下人生的地面金牌 其实没有冰场是考验我们所有的 现在竞速的滑冰的孩子的时候 有更多的毅力 星期二的时候上去的时候 回来是两点 星期五回来是早上是五点 那这些孩子的时候 有的要继续上课 有的要继续的时候要去补习 那我很谢谢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 都是能够支持 让这些孩子的时候走到现在 积极勤奋的练习 加上永不放弃的精神 让赖赛还政才能夺得金牌 站上国际舞台 为台中争光 高中 高中 华兵 站